好,那就开始吧 好的 你好,正文你好 我们是来自政大的选课系统团队 那我们这个团队主要是由学生 希望可以从学生的 用学生的力量来做一个 学生的选课系统 但是目前我们在推行上面 遇到了一些问题 因为我们是一个学生的团队 我们并没有来自政大的 这些官方的奥远 所以我们就是想要来请教一些 关于如何去推动 这些数位转型 或者是学生发起的这种服务的一些经验 好,谢谢 然后我是凯佑 我是这个选课系统团队的PM 好,OK 我Notion大概都看过了 所以你们讲的时候就可以 就是择要讲就好 好 那当然我们就是从Notion的主题 一跟主题二 会是我们今天主要想要请教的内容 第一个主要是想要请问 就是在取得公布 公布门的各自资料问题 就是会有一些碰到各自的时候 因为我们是一个选课系统团队 我们一定会碰到 那根据这个 针对这个部分 想请问一下 有没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和我们分享 比如说学校会有什么样的考量 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之类的 我想先问你们的系统是面对学生的 还是面对学校的 我的意思是说 是如果学校安装了 那他的学生都得使用 还是你可以个别的学生来用你们的系统 个别的学生 我们是一个网站 我们是一个网站 对 但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是学生自己在你们网站上面提供的各自 那这个当然就没有取得公布门各自资料的问题 因为这个各自是你的使用者给你的 所以除了你的使用者给你的之外 你还会需要什么 我们会希望可以不要让 就是学生来提供各自 原因是因为 有一些各自他取得的过程会非常麻烦 比如说 有一些学生其实不知道 自己的双组休息及时间是怎么算的 但是学校会非常清楚 第一个 那再来是可能我们需要他的一些休课记录的时候 如果我是一个大三的学生 我要使用你的服务之前 我要先去把我之前说上过的课全部告诉你 那这个过程会有点 对他们来说太痛苦 这样子 所以我们会希望可以来 就是可以去存取校方的资料来去做这件事情 去方便学生 对 但我的意思是说 我如果是学生 然后我不经过你们 我想要取得刚才所讲到这些 我存在学校的资料 目前有什么以web的方式 或者其他的方式可以 就是不是需要有一个行政人员来那边挥填表单 而是透过比较像是即时自助的方法取得吗 学校有一个方法可以查到之前修过课 然后并印成HTML 那这个方法是有的 对 对啊那所以 你刚刚说 学生可能会觉得很麻烦 指的是这个方式很麻烦吗 嗯 就是要让他们特地进去学校的系统 然后下载这个HTML 但不是所有人都会用 然后再把它丢到我们的系统里面的话 这个过程会非常的冗长 对那我们是希望说 他可以直接透过他的账号登入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一切都准备好给他 是但我的意思是说 中间会牵涉到校方的行政人员的判断吗 还是其实只是这个操作界面不容易用而已 操作界面 操作界面 他不会有什么权责上的问题 学生都可以直接看得到 所以我可以想象 比如像说如果你们open source 一个浏览器的插件 然后你希望你的使用者先安装 然后这个浏览器的插件 帮他去点那个校方的系统 自动取得HTML 取得里面的结构化资料 然后再放到就是选客系统里面 那这个应该是完全合法的 因为你是提供工具 好像一个浏览器一样的工具 这个我们游戏就叫开外挂 提供一个外挂给他 但是在他自己的电脑执行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那这样子应该是没有任何各自外泄的问题 因为从头到尾都在他自己电脑上 了解了解 好谢谢 我觉得马上有 马上有一个很棒的解套的方法 然后 再来是 其实我们现在这个团队 有跟学校有一些 比较开始有一些正式的合作 但这个合作的过程中 就是开会的时间很冗长 我们也可以理解 学校其实是 也想要推动 但是速度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快 那想问说 在跟比如说像是临时政府 这些 我可以算是公民吗 就是网路公民 然后在推动 或是在做一个这种site project的时候 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跟政府去交涉呢 或者说可以怎么样去促进他们愿意去可能舍去旧的系统或者是保持共存等等的 我想最主要还是和谐共存 就是说就是或者叫什么无害并存吗 armless coexistence 就是首先你不要有一种好像旧的系统就要 就是打掉重练的那个感觉 因为你新的系统不可能照顾到旧的系统所有的 所有的各种各样子的 叫做bug for bug compatibility 就是里面所有的问题你都重现那些问题当然是不可能的 可是他本来那些有问题的地方说不定就是其他人已经操作很熟练的地方 所以你改了界面他反而觉得不舒服吗 对不对 所以就是无害的意思就是不让任何人觉得更费力或者更不安心 那并存的意思就是说不是要取代消防的 而是提供新的选项 这样子等于新的界面 那如果你秉持着这样子的态度的话 那我想行政人员知道说那他更省力更安心 那如果他觉得不省力或不安心 那你就用旧的界面就好了 那至少一样省力一样安心吗 那也不会变成说好像有些功能只有新的界面才能够注册的到 反而旧的界面的人就没有办法修到那些课 那就不是并存了吗 所以大概就是确保省力安心无害并存 那大概行政人员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了解 谢谢 另外想要再请教 一样是资料的问题是 例如说我们想要取得一些现有的学生 他们选课的 选课的记录 但是这个记录是去识别化的 我们会希望可以让他 可能提供我们从大一到大四的这些修课记录 然后去用一些AI的方式去 希望可以让之后进来的学生我在大一的时候选这堂课 他可能就会推荐你说其他人也选了什么 这样子的一个机制 那我们目前在在取得资料上面遇到了一些问题是 他们认为这些东西比较是 即使他是去识别化的 他一样是一个学生资料 那之前有没有遇过类似的问题呢 然后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去解决或者是去处理 我觉得你让他注册变方便 这个应该跟要他捐资料是完全分开的两件事情 很多人会愿意更方便 但是并不一定愿意捐资料 就好像说我现在用行动支付 我可以非常容易的结账 但是我最后那个发票 我还是不一定会捐发票救救老残穷 那但是现在如果你的行动支付说 那我就强迫你要捐发票 然后我保证说这是交给某个公益团体使用 他绝对不会回推你的个资等等 那不是啊 大部分的人大概不会相信你这样一句保证 他一定会先去问那个公益团体 到底是不是有跟这家行动支付厂商合作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要不要捐发票跟要不要用方便的方式结账 是概念上完全不同的事情 当然是不可能绑在一起的 这个概念要先有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 你说你要捐资料做公益吧 我们现在就叫数据公益嘛 Data Altruism 就是说不是为了他自己的好处 而是为了他的学弟妹的好处 那但是这个时候就要问 那这个谁来证明说 这是对他的学弟妹有好处的 这难道是你们说了算吗 是不是有一个比较有正当性的 不管是校方 还是类似像是学生会系友会等等 校友会等等的这个组织来做这个公益目的的把关呢 因为大家都不希望说我捐发票是本来要为了 就是没有营养午餐吃的或者是这个偏远地方的要上学的等等 但是下一秒钟 那一个合作的团体突然间被诟病了 然后就开始推一堆行销广告给我 这个大家都不愿意看到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你还是要有个公信力并不比学校差的单位 包含学校本身来说 那这个的使用目的纯粹就是为了 让就是学弟妹们更容易选到自己喜欢的课程 而不是偷偷的你又开始塞一些广告给他 了解 不过我是在想说 呃身为一个学生的团队 我们好像比较难去做到这件事情 我们目前有的比较比较大的资源 只有来自第一个是Google 然后第二个是政大 然后这两个好像都没有办法帮我们做保 说就是我们做的这个 呃好玩的side project 他一定有有怎么样子的公信力 或者是呃 以后不会变坏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因为Google只是就是Don't do evil 他不是说Can't do evil 好那我的意思是说呃 那另外一个反过来的想法 就是说那为什么你们要搜集这些资料呢 我们还是可以透过呃 好比像说人脉啊互相推荐的方法 比较像是你没和呃学弟妹去给有呃相似经验 愿意来当我不知道现在叫小天使还是什么的的学长姐来提供这种呃个人的经验 那所以就不存在他相不相信你的问题 因为他这个就愿意公开给任何人知道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那当然这样子你能够收集到资料的量会变少很多 但是品质会变高很多 这也是另外一个可以想象的方式 了解 所以其实可以跟刚刚提到的chrome extension去做一个结合 就是呃maybe我们帮你把这个呃 你的修课记录导引进来 我们给你一些方便 那你愿不愿意就是用去识别化的方式来提供你之前修课记录给其他学弟妹们呢 类似这样子的做法 嗯嗯我的意思甚至不是去识别化 这个就是他自己的类似像是履历这样子的东西了 所以等于你一键制作一个他愿意呃勾选他愿意揭露到什么程度的 那但他就是放在他自己的网站上啊 就是说好比像说你把这个叫什么学习历程记录器之类的 对那就说你的概念是你协助他来做发表 但是你不是说他的资料要汇集到你那边 他不管发表在哪里 反正你可以放一些机器可发现的一些呃 就是呃semantic的的markup嘛 那你们就可以去把所有用这个side project 呃你们的这个方式制作出来的这一些呃 全部都从公开的网路上面呃重新取得 那这样你去你既取得了你要取得的资料 你又可以确保说因为他是对不特定人授权公开出来 所以不是只有你呃可以决定这个资料怎么用 那他如果要撤回的话 他也不用呃写封信来恳求你嘛 他就只要把他的个人网页呃改版或者下架就可以了 那这个情况下他跟你中间就不是一个委托关系 你只是等于另外一个搜寻请而已 那我的意思是这样 因为去世别化的这个界限没有人能够说的准的 那通常我们现在做法就是还原到那个人自己愿意公开的程度 了解 听起来是一个很棒的做法 嗯好谢谢谢谢 呃我们下一个问题是想要问说 呃就是我们目前遇到最大的困境是学校觉得呃你们我们做得很棒 他觉得我们做得非常好 这个side project他们其实解决了他们一直都想要解决的问题 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也没有这样子一个呃技术去处理 那我们主我们做好了嗯但是他们觉得这个东西如果要跟学校借接 例如说假设我们这个选课系统是希望可以直接把这堂课加到呃我的课表 那这个课表加到课表这个过程中需要跟学校的呃database去做一个互动 但是他们不太敢把他们的API直接给我们因为有点害怕就是直接做借接这个部分 想要问说呃就是他们他们是认为说我们可以去找第三方的做宝就是去找一个工有公信力的第三方平台 或者是第三方的机构然后来认证我们的这个code然后他们才敢用因为他们不会帮我们做code review 然后需要一个他们也认为安全的方式来帮他来来帮我们证明这个东西是没有治安问题的 嗯那不是这不是砸钱就有的东西吗现在的问题是说你们并不是立刻就就想说那我们凑一凑这个就变出几十万照这个pintester来帮我们做做code review 就是说现在你们是想用钱解决这件事情还是是想要用就是呃有钱出钱没有钱出力吗 用用大家帮你code review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后者的话就像刚刚讲到你的浏览器延伸套件可能就得open source了 那你open source的时候当然你的使用者里面也不乏这个有资讯能力的人那他们就会开始帮你code review等等 因为他们自己要用嘛对那当然你也就很难再阻止他们继续改做等等那当然这样子的话 你的side project很快就会变成大家的side project了因为很多人会去呃放到别的大选来使用啊等等那这个就做exit to community嘛 就是把控制权交回给社群你们等于只是呃帮忙园丁出草这个一开始的这个steward而已那这个就是完全不花钱的做法那但是如果你还是想要限制其他人的使用就是要主张著作权的话或甚至专利权的话那这样你就得付钱了你就得请专业的白猫骇客 这个是跑不掉的那我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去接触这些呃机构呢因为我我自己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然后呃 我们的团队不太知道说要怎么要要要透过哪一些方法去去接触是不过我想问说你们对于呃著作权是很执着吗因为如果不是很执着的话最快的就是你刚刚讲到的就是去居林里的黑客松然后在那边宣布你们把城市马贡献出来然后欢迎大家来用 其实这样子那边就会有很多自然高手 我们没有我没有想太多这个问题但是呃我刚刚主要的concern比较是即使我们做了这件事情或者是即使有许多的人帮我们做co review 对学校可能还是会觉得呃这些这些validation并不符合他们的想法或是不够有公信力之类的嗯哼就是对因为呃我们得到的结呃结论之一是他们认为这个方式是最稳妥的那我知道他需要花钱但我不太知道我要怎么去找到他们对但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纯粹是以一个浏览器延伸来运作的话 那你并不需要学校的同意啊因为你最后加到课表的这个动作是完全在使用者自己的浏览器里发生的 所以从学校系统看起来他只是另外一个使用者而已啊哦我们这个系统本身不是一个extension我们是一个网站我可以我可以呃present给你看吗好啊好的那我说就算你是一个网站他不能跑在使用者的机器上吗他可以对啊那就是他跑在使用者的机器上但是呃 呃好比如说像是这样然后我登入之后呢对我的意思说他的他的后台也在使用者机器上跑不在对但我跟你说你你的架构上可以调整成这样吗例如像说你运用local storage或者是呃随便他授权这个他可以用的储存装置因为这个看起来是非常个人化的他里面并没有像我们现在视讯这样即时互动呃的成分吗那个什么小天使的另外是另外的一回事吗对 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那如果这种是纯个人化的话并没有什么道理他不能完全在本机来执行吗就像呃我们常做一些新制图等等的这些软体那像mira你就只能在外面跑我notion只能在外面跑但是像我用的heptabase他是完全在本机跑飞航模式也可以跑但是事实上他是同样的一套系统就是webbased的系统 就是他的那个伺服器跑在你的机器上因此你要烧钱还是跑在使用者的机器上因此你完全不用花钱的差别而已所以我就说如果你这里面并没有人机互动的部分的话那是不是可以考虑说呃整个伺服器都跑在呃他的浏览器里 也很类似说呃与其我们做一个这样子的界面我们不如直接呃就是再做一个套件让他有点类似呃在打开他震大自己的选客系统的时候帮他按下去这个按钮的这种外挂套件吗呃就是说你的界面还是长这样子只说这个界面就不是跑在你的伺服器上而是跑在每一个有安装这一个呃浏览器插件的人的浏览器里 了解了解呃各位可爱工程师们这件事做得到吗 今天在场除了我之外大大大部分人都是工工程师呃学学生开发的这样子是是那要看你们后端使用的架构吗如果你们用的是什么 D-base 什么mainframe 呃什么cobo那当然就不行了但是我很怀疑你们用的是这些技术 嗯嗯好我觉得你们要说个话哈哈哈哈 和和和和和正伟说话的机会不多好好把握 我只能在政大的Q&A上面遇到老师那个那个 哎对要说一下那一句好 正伟你好我是张华君然后是我们这次选客系统我主要的前端负责的是所以像正伟您说的意思是说就是我 我把他把我们的选客系统变成一个运作在local host 例如像 就比如诺布克那种的server这样是的他就是打开后他弄在我们server 然后他会去接使用者已经登录的正大正大选客系统然后去那边抓资料 然后到我们这边来做互动然后他们再来把这些然后我们的这个local host server 再把这些互动操作自动到自动对应到那个原本的选客系统上面这样吧 对就是每一个浏览器都靠伺服器现在据说这个概念叫web3啊那那是就是我不知道你的伺服器现在是用什么写的 呃我们这个伺服器现在是建在我们一个自己的后端上后的后端上面而不是在 使用者这边对对但我说他使用的架构是C sharp吗还是用什么颜言或什么框架哦好那我们有另一个工程师他会他想要说明这部分 后端哎对 嗨 嗨听得到吗 嗨听得到 我是负责整个后端的工程师那呃我们现在后端是用NodeJS然后加PostgreSQL 嗯去完成我们后就是整个API跟Serv的服务这样那你如果把PostgreSQL改写成合比像说SQL lite 那这样子你整个Stack就可以跑在使用者的前端了 我们没有想过可以这样做嗯 我们可以未来试试看这样做 对啊就是说呃像我们很常用的很多呃现在所谓的桌面程式呃其实都是用像Electron呃在做的嘛那当然最近很多人就是跳船从Electron去套里但是随便啦概念是类似的嘛就是说他呃Electron就是附送一个Node的伺服器那当然整份PostgreSQL是有点大但是SQL语法大部分跟SQL lite是相同的就是说它呃 所以你如果能够改成SQL lite的话那Electron也好Tori也好都很容易连SQL lite那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呃有一个真正的Desktop呃跑在使用者这端或者你如果要把它改成呃浏览器延伸套件大部分的主流浏览器里面也都有SQL lite所以呃这样子等于你就不需要一个PostgreSQL呃因为目前看起来PostgreSQL是唯一比较难搬到呃使用者电脑上的东西 这样会不会对就是效能上面会有很大的需求嗯你说使用者电脑的效能吗应该不会他用手机都可以跑没有什么差别 谢谢谢谢嗯那谢谢真伟给我们的建议嗯我觉得超棒的谢谢这个就是web2跟web3的差别以后如果有人问起来的话就有一个现成的例子嗯OKOK好 呃呃我看一下还有什么问题呢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子绕过去的话或许真的这样问题或许就可以直接直接解决了嗯 嗯好呃呃我们有一个昨天新增的问题我们团队想要问说呃应该是比较是我想要问的就未来如果就是病入或者是呃假设跟学校有更深度的合作之后呃呃像我已经大事了我虽然大五要毕业但是我我只剩一年那过了这段时间之后如果他之后要继续维护的话 学校这边可能会遇到问题那会想要问说嗯呃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怎么样去把这个东西呃托付给政大或者是有让别人来接受呢因为嗯这件事情虽然很好玩但是如果没赚钱的话我可能没办法一直做这样子嗯对啊那就是如果你都跑在人家电脑上了那你当然更没有道理不open source 嗯对不行哦所以通常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挑一个呃呃开放原码的license然后问问看政大acao愿不愿意呃呃呃博一些资源呃呃呃呃呃来让新进来的人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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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大义新生了如果愿意维护这个的话那至少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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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公家的机关 愿意来教导 外面的想要新的维护的人 要怎么维护的这样的东西 那这个我们现在翻成公共城市 那但是如果政大 不愿意做这样子的事情的话 那你在随便外面找一个社团 就是好比像有一个GitHub 或GitLab的organization 那对这个感兴趣的人 那他提出一些好的 见解之后你就给他 commit right等等 那这个也是很常见的 好比像说 台大有一个蛮有名的 open source 专栏叫做PTT 就是这样子在维护的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行之有年 那如果想要知道一些操作细节的话 可以找exit to community 那社群有很多的相关的一些说明 了解 那之前其他 比如像离市政府的一些project 也是这样做的吗 是的 若是跟 是是这样 那举例来说像盲点 是本来就是我跟几个朋友发起的嘛 那当然因为我后来工作比较忙啊 那所以就比较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但是因为他是open source 所以就有很多人去把它分支 那好比像说像爱戴义 就是把它变成一个台语的社群 自己编辑的字典等等 那到后来 国教院在推出新的词典的时候 也有参考盟点 不管在内容上面 还是界面上面的一些改善 所以他一方面 往国教院那边变成了 比较接近public code的方向 那往社群那边 又比较像exit to community 就是大家分支之后 有能力维护的人 自己再去维护分支的版本 那我自己就可以 运用他们的这些新的功能 但是我自己就不用 再投入那么多力气来维护 那就像刚刚说到的 就是这个就可能变成一个 大家的project 而不是一个 算属于我们这个团队的project 对啊对啊 因为你如果没有想说把它拿来赚钱的话 那呃你也不应该花太多的时间去维护嘛 那反过来讲 如果你愿意把它变成for time 要维护的东西 那才有商业模式可以谈 确实确实了解 好那我们第一个主题 我们工程师同学还有其他问题吗 没有的话 时间上我们可能就来主题二 给大家这个可爱倒数三 OK好没有 那我们下一个 呃我们我们第二个主题是 呃希望是从 呃我需要把它投影过来吗 好像可以 政大沙盒吗 对就是 其实是之前呃 之前郑伟来政大的时候 对就是我来听你的演讲 然后提到一个 就是现在正在做的这个沙盒的这个概念 然后我觉得 其实非常的适合 就是像我们选课系统 其实就是一个类似这样子的东西 我们是一个学生发起的东西 但希望可以在学校呃里面 呃里面变成一个新的呃选课的方式 或至少改变学校学生选课的方法 那我觉得就很适合这样子的一个计划 嗯 那呃参考了一下就是呃团队内的意见 然后跟一些呃我没有把整个沙盒的那个看完 但是大致上是是理解这样的意思 嗯 然后我们想问呃这几个呃这这这这这四个主要的问题 这样子 嗯 对那第一个就是这个沙盒其实就很像是之前呃呃 曾经提过的就是我们会呃呃希望可以让学校开放多一些资讯 然后让学生可以透过这些资讯来去去打造一些新的服务 或者是新的技术或者是一些给学生使用的东西 那这个沙盒如果之后呃这个side project像是选课系统 如果还要独立的话 那就会不希望学学校来托管 那他可能就会面对比如说像刚刚 如果我要for time去去做这个东西的话 会遇到一些问题 然后再来是沙盒托管 就是假设我们希望可以就是交付给学校 那他就会出现维护问题 然后跟怎么维护 然后跟就是如果学校没有能力的 的的话怎么办之类的衍生问题 那最后一个是沙盒退场 就是呃如果这个东西做出来 但是他没有他没有符合成功的这个要件 或者是呃使用的人数 就是少到就是他没有办法继续被运作下去 那可能就会希望他退场 那就会出现这个封存跟迭代的问题 就是如果其他学生 以后也想要做这个选课系统 是不是可以让这个呃曾经做过研究的 这个沙盒再重新呃从archive里面 再拿出来给下一个呃下一个团队使用等等的 嗯那最后一个就是学生会 是不是或者是其他的相关的部会 能不能够追究这个相关权责 然后我们要怎么去设计他的机制 来鼓励呃学校愿意投入 学生也愿意参与呢 这样子上四个 好那我想沙盒这个概念是呃就是有一段时间的特许 但是为什么需要特许就是因为你在做的事情本来是违反呃 呃不管是法律还是法规还是命令还是规范还是演算法的嘛 就是说你本来做的事情你没有法靠自己的力量做到 所以你才会需要沙盒呃来让这个富有富有权力的这个机关来呃等于有个特区嘛让你来做实验 那如果是我们刚才提到的web3的这种就是呃自己是host server的做法的话那应该是用不到沙盒的 因为你并不需要跟学校要任何的特权那所以这这两个是两回事这个先讲在前面好那现在假设是说没有你的你的 你的野心事实上是取代了显油的选客系统那当然这个就是一种特权了因为你要要换掉本来的嘛那这个时候才有呃所谓的 ab testing等等的这些呃就是验证的一些方式但是为什么我比较不推荐这样子的方式主要原因是因为呃他成功与否是很主观的呃他很难说因为你ab testing有九成的人都觉得新的 截面比较好用但是有百分之十的人觉得新的截面真的他们就没有办法使用那但是你就说哎那这个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因为说不定这些少数呃他是呃就是他在视觉上在肢体上在各种各样子的情况上有一些操作上面他仰赖旧系统的部分好比像说呃他的荧幕暴读程式呃就只有旧的系统他能够念得出来而你的新系统念出来的顺序跟他平常不一样但他因为看 不见所以呃就就只能用旧的系统等等就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因为你们现在面对的是呃类似于公务机关的公立大学所以他势必不可能因为大部分人觉得好用而牺牲掉少部分人的这种弱势的权益那所以到最后他的出杀和条件一定是你们必须说服每一个人那但是在这个情况下你你很难达到这个条件这是说真的对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一开始是以这种比较 那无害并存的策略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呃他毕竟是公立大学他很难呃说出百分之九十的人说好就好的这样一句话这样 嗯那我们思考的事情是假设呃这个杀和托管他可以是并存的方式例如呃原本我们在跟你开会之前我们认为可能需要更多的跟学校API之间的互动啊或者是我们需要官方的认证啊等等的对那呃我们当时的思考是这样那我想要做这个杀和计划是因为呃我希望可以帮我 就是未来的学生大学生来铺路就是让想要跟我们一样做这样子的事情的同学有一个更好的方法或者是更快速接触到学校的方法来去做这件事情对那是否变成两个阶段比较快呢因为这是G0V最常用的方法第一个阶段是所谓的分叉就是说你不管用浏览器延伸套件还是桌面辅助软件还是随便什么你先让足够多的呃学生真的开始用你们这一套东西而且自安啊或什么大家 review完之后也觉得都没有问题也就是说你先掌握到呃学生这边的正当性那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当正在呃就是想他明年度要采购选科系统还是他要维护旧系统还是怎么样的时候在校会议的讨论里面自然觉得新的系统好的人就会占上风因为呃虽然你不能说服百分之百但是至少百分之五十一应该没有问题吧 对那这个时候那才会有那呃学校会不会说好那我们就来起一个采购案那这个采购案就看你愿意投入的时间了你如果只愿意投入一点点时间你可能就是专案的顾问你如果愿意投入更多的时间那你们可能是一开始的architect那当然你们投入更更多的时间你就整个承包下来了就看你们未来的生涯规划那但是因为反正是open source的所以呃即使就是校方找一个就是你们都不认得现在也都还不存在的一个厂商呃 去进行承包但是至少他在前端的部分你们前端写的任何的code都不会白费因为他最可能做的事情就是直接套用你的前端那这个就是G0V分之之后的合并的这个情况那当然后端如果他不熟悉postgres他可能到最后真的跑回去用oracle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是至少使用习惯呃不会受到影响了解 ok好那针对呃这个维护问题里面的第一点就是呃维护系统磨合期的这个部分有没有其他的建议呢就是除了呃像刚刚提到的第一个呃可能让新进的同学进来然后让我们团队带他怎么去维护这个系统等等的有没有其他的方法是就是政府有在使用或者是其他 相关的公家机关有在使用等等是呃如果是开源的话那我们现在呃会就是直接对开源社群说那开源社群用的某一个套件那我们接下来会投入人力通常是做资安的检核或者翻译或者维护但是到最后就是他事实上我们还是会贡献回上游所以就会变成有两个版本一来说像我们polisGOV这个是官方的 可是民间的polisTW他除了认证登录方式可能稍微有点不同之外但是其实你看不到什么差异哦那或者是像说呃我们的这个杀剧云这个Sandstorm那跟我们的上游Sandstorm IO那大概也只有呃可能语系不同或者是预设载入的程式不同但是其他大概都是相同的 那还有一些例子了但我的意思就是说呃在这个情况下等于你们的工作就比较是维护社群版而当政大官方开始愿意试用的时候那他们等于就是好像把这个呃Fedora还是什么打包成Redhead Enterprise那样子就是说他呃自己维护一个比较稳定的部署的版本但是并不表示说你们所做的这个浏览器插件也好或使用者的选客辅助程式也好就要下架不是要下架的 只是说如果不想去安装的那或者比较信不过你们而比较信得过政大的那他现在可以到政大的网站上就不需要自己再下载这样一份外挂了了解所以就变成真的完全就是无痛的两个无痛双轨的这样子的去运作对对对对对对因为因为社群的迭代是比较快的嘛那所以尤其当他是丢卵器外挂了那说不定没两天又换一个版本那但是政大官方如果要加个 选客网站的第二版当然绝对不可能没两天社群改了他就换一个版本他很可能每年只能改两次或四次那这个时候你的社群的版本就是呃比较是研究的性质那但是在政大那个官方版本就比较是开发以及呃微运的性质 OK好谢谢嗯好然后呃那针对其他的比如说退场机制或者是就没有退场机制了对不对因为这个时候是你先丢到公有地理政大以他呃受到群众压力的程度决定要拿多少进来但是那个是他的单边行动他不需要问过你就是说杀核的意思是双方的合议吗 而且他可能会影响到其他人的权益所以才需要这个机制但如果是你单边的丢到社群社群自己爱用就用足够多人用之后政大某些部分把他合并回他的官方网站里面每个行动都是单边的那单边行动的时候就没有退场机制 了解那这样子的话就会变成呃我们我们脱离开呃就是杀核的这个这个这个方式变成大家都是独立开发的的或者你也可以说就每个人自己 在桌面上跑以及开始改你们的外挂的时候他自己那个人的机器就是一个杀核也可以这样子想 嗯那呃在这边想要做杀核的最主要的理由是因为如果这个这个服务是要做给政大学生的话 那我们比较有这个正当性去像学校说呃我们想要这个类似去识别化资料或者是甚至是识别化的资料 然后来提供呃呃我来来做一些特定的用途那这个特定的用途我希望可以把它规范在 就是例如说呃你不可以拿来赚钱或者是呃你必须要做一个属于政大的服务等等的嗯就是我想要做这样子的一个机制是希望让呃呃我们取得资料或是我们向学校去互动 沟通的时候有这样子的震荡性来去来去呃对对对这样子会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机制对我理解但是但是你们代表的是谁呢你们代表的是现在就要选客的也就是资料的提供者还是你们代表是未来会想要选客的也就是资料的应用者这这两个是不同的一个是呃supply方一个是demand方啊 啊就你们这个中介组织到底代表谁的利益呢不知道啊对啊应该说那就是要想清楚的事情啊啊对应该说我我做的这个比较像是呃希望可以跟学校来谈谈看能不能把这个变成学校的校内法之一那呃我没有办法代表就是这个东西不是专为全客系统而设计的而是希望未来政大学校内的呃 资讯开发者他们不需要跟我们是同一个团队他们也可以拿到学校的资料我们之所以可以拿到学校资料是因为呃我跟学生会有比较深的联系然后学生会代替呃代替我去跟学校去做一些接洽然后我们才能够成功的约到会但其他学生并不是这样是所以我希望可以让学其他学生有一个更方便或者是有制度化的一个方式来确保他们可以拿到这些资料而且做的事情是呃真的为了学校或者是真的为了学生 而做的这个东西那比就回到刚刚这个问题是呃做这个这个计划主要还是为了要能够justify他们去存取或者是和学校持续的互动的这个过程好那或许他可能就不一定用沙盒的形式或是名义来做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我刚刚讲的这整套就是由使用者自己取得资料他有一个弱点就是说如果是呃学校把旧版的界面把它封住了 或者是说装了一个很强的captcha那当然从头到尾这这套就失败了当然你可以把那个captcha原封不动的显示给使用者啦但是就是说道高一时魔高一丈嘛所以就是说你们这个对话机制还是需要的就是至少确保说他是对你来讲他是对外挂是friendly的就是说你你做这样子的外挂学校不但知道而且不是只是默许而是说他可能不要说推荐啦但是总之不反对嘛对不对 所以这样子的对话机制还是需要的而当外挂稳定到某个程度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提出要求说那是不是说呃我把你的html砍下来之后所形成的这个结构和资料我愿意抛弃完全著作权然后贡献回给你是不是以后你除了出html之外也出个json吧就是说也出机器可以看得懂的呢那这个时候你有非常多很好的理由好比像说如果他是刚刚讲到的这个有各种视觉听觉等等的 障碍者的话那你出机器可读的资料比较方便呃你专门客制化给他这样子的呃界面吗又或者是说我们不是有20种国家语言吗那这个选客系统只能够支援里面的可能一两种啊那现在如果他是另外一个十几种国家语言的使用者包含台湾手语呃要去这个呃存取这样子的资料的话给结构化的资料比较容易套进自动翻译或者是人的辅助翻译的系统里等等所以你就有非常多非常有正当性的理由 去促使学校说不但呃不破坏掉你本来的接取方法而且特别按照你剖析过的那个结构化资料方法开出API来那我觉得这个机制应该是你们主要的呃谈话的对象因为这个时候学校就不会有一种好像独厚你们沙盒的比较容易被批评就是在沙盒的实验期好像只对那个实验的团队要好而其他人都还是不能够存取到这个资料但是当学校用开放API提供出来的时候他可以从第一天就提供给所有人啊 就好像说当时呃吴展伟这个透过我去让健保署开放口罩的存量资料的时候是从第一天就不是专门给吴展伟或他是我们包商什么的而是说呃江明总啊所有人都可以立刻截取到相同的API这个时候对于行政人而言他的风险比较小因为他不会被说城市独立啊或者是思想受受啊等等的情况所以我具体建议就是说你们如果这边愿意open source这当然是非常好那但是你可以透过你们的open source 以及使用者社群的力量来促使学校建立一个经常性的open API对话机制 OK谢谢这个学到非常多嗯真的好呃那最后是其他的问题就是对政大学生的闲聊就是对我自己蛮想要问说就是呃我们的这个团队是在一个GDSC下面的他叫做Google Developer Student Club那他是学生的开发者社群嗯 那但是其实政大是一个温组风气非常重的地方嗯所以我们这些就是想要推进呃数位转型或者是这些资讯社群他只能就聚在一起取暖这样子嗯然后蛮想知道说就是呃如果是类似比如像公部门公部门可能也是温组风气比较重的地方嗯那在这种地方如果要推动数位转型那我们要怎么去吸引这些呃prosumer或者是这些hype squad然后来进入我们的社群呢会怎么去建议呃当然现在因为noco local的这种 这种风潮啦所以其实任何人都可以写程式嘛以前我们还还只能说嗯你要学一下试算表啊什么枢纽分析表什么东西的嗯但是对于大家还是有一点门槛但现在是变成是说你只要呃能跟这个机器学习的copilot啊还是type line type 9啊你知道能够把注解写的好程式嘛现在是AI帮你写哦 那所以突然之间这个这个这个文文组的力量就变得大很多了所以就是说我觉得还是要推动更多的这种local no call或者copilot这一类的一些demo吧让大家知道说以后写程式就需要背诵的部分已经真的非常少了那这个你任何时候只要把你的呃意象非常清楚的表示出来的话那其实机器可以处理掉甚至百分之九十左右的这些事情那这个确实是呃 呃这两三年才开始实现的状态那所以这个可以多让一些人知道那好比上说最近很夯的这个我才自己机器上刚装的那个什么呃打力迷你啊还是什么这个这个crayon啊什么之类的那这个对于文组的人可能就觉得哎不错啊我只要能够写出描述的句子那所有的插画他就自动帮我画出来了呢那这个我觉得也是带大家进入这个机器训练机器学习的一个很好的 一个因子吧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说呃以他实际在创作或在生活当中实际用得到的部分呃引起他的兴趣那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哦那另外一个就是呃公共的参与嘛那呃呃尤其政打当然是以公共参与作为主要诉求所以像你们现在这样子就是呃任何看不顺眼的地方包含选课系统那只要你呃加入我们那就可以带来改变甚至你不需要会任何城市你只要稍微会画揭 页面流程图user journey稍微学点服务设计那你就可以带来改变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诉求那我们之前在行政院有好几年的锐的这个计划大概就是透过这样子的诉求里面真正意义上的工程师可能只有三分之一左右那所有其他人都是呃所谓的文族那但是是做设计或者是做专案管理的一些经验了解谢谢嗯我会在认真想想看这个 嗯这个这个做法ok好那我们工程师有其他问题吗没有的话我这边还有一个来自另一个同学的问题请说啊我这边有一个有一个今天没有来的工程师他现在是一个就是在政大修学的同学那他想问说就是他半路出家自学程式想要找工作的话有没有比较推荐的方法因为这是他目前遇到的困境ok 我没有来隔空抓药了你就讲对不对你讲这这几个难道难道难道我就可以可以了解吗我我自己的经验是呃我会挑一些open source的社群那通常都是我自己生活上工作上平常用得到的东西那我就会无论如何就开始去跟他们混那因为你半路出家学习程式的一个挑战就是说对完整的系统架构比较没有像是专业的就是自工或者是呃现在叫做 这个数位内容或什么就是他会有一个很很完整的系统让你在里面呃知道说城市在里面扮演的角色嘛那所以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你加入呃实际在做这样子的大的系统的社群啊像我当年当然是perl社群或freebsd社群那遭到后来可能就是什么firefox啊但是现在当然chrome用的人比较多啦对不对 我们刚刚说溜染器插件你立刻就跳到chrome插件但是就是chrome也有呃chrome用社群啊有chromeOS社群啊有各种各样子的社群嘛所以在那个社群里面呃提出贡献那你很快就可以认识呃你在这个系统里面你自己感觉到嗯比较开心的贡献的角色那这样子也比较容易就是呃进入社群里面的呃缺人的情况那其他人就会立刻想到你所以我觉得还是无论如何要要多加入开源社群啦但是除了这种 就是非常抽象的类似要你知道就是清洗手戴口罩呃保持社要去这类的建议之外那其他就完全看他个人的技能数长什么样这很难透过隔空抓药就给出建议了了解了解谢谢谢谢嗯我们工程师还有其他问题吗快问快问我们只剩下没什么时间了嗯没有吗没有的话那我们最后可以就是邀请 邀请郑伟和我们一起来个线上的合照吗嗯耶哎大家赶快开镜头快快快好吗好吗中铃中铃哇有人在外面开会辛苦了好来中铃不开吗确定吼要不要等你一下可以再批上去就好了方形的很容易批 来哦三二一好有人要再继续拍吗中铃可以拍一张三二一好谢谢好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好拜拜拜拜谢谢这么哎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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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